你们 你们什么关系啊 是谈恋爱呢 还是利益联盟啊 你说什么呢 是谈恋爱 还是利益联盟 谈恋爱又怎么样 利益联盟又怎么样 你人呢 佳 你知道不知道 今天不是周末 知道了 那你什么意思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不太适合工作 喂 副总 咱们那边合同现在怎么样了 走流程呢 公司从政审批 需要点时间啊 这个我很理解 就是我们公司这边比较着急 麻烦您催一下那边 会的 放心吧 你们和小马总也很熟悉 这个业务就是 马总就和小马总负责锻炼的 如果小马总他同意了 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他要是不同意 那就没信 你们有直接的关系 放心吧啊 好的好的 副总 没问题 那我们就今后夹音了 拜拜 陆总走 走 陆总走 走 凯文 还没来 没呢 陆总 我昨天问过行政了 也没请假 到哪儿了 到哪儿了 灯光准备好了啊 哥们们安静 开机 喂 杨夕 喂 有事啊 麦克这两天跟你联系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没事 他就是今天跟昨天都没来上班 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这样 我一会儿再跟他联系联系吧 我也问问他 这两天跟徐总也没有聊他的事 是不是两个人又吵架了 好 我知道了 那行 先这样 好 那这样啊 好 喂 在哪儿呢 在 今天不是周末 你怎么喜欢学别人说话呢 我学谁了 没学谁 我知道不是周末 那你为什么不去公司上班 没有为什么 你现在方便吗 出来说 行 等着吧 我把位置发你 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啊 是啊 而且好久都没有出来这么放松了 这些都是 托罗罗麦克的服务 最近挺忙的吧 我还行 因为公司的团队 都被你带得各显神通 我只是服务而已 会讲话 喂 你怎么在这儿呢 喝点什么呀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我就是过来看看我的员工身体抱恙的什么承诺 还活着呢 满意吗 怎么了 又不能好好说话了 你今天为什么要去上班 没劲呗 你今天为什么要去上班 哪个神经大错呢 尤其没劲的 好好说话啊 还行 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 我人生遇到了点困难 你说怎么办呢 那你就说说来 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什么的 你们 你们什么关系啊 是谈恋爱呢 还是利益联盟啊 你说什么呢 是谈恋爱 还是利益联盟 谈恋爱又怎么样 利益联盟又怎么样 祝你们百年好合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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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开始有点理解徐总了 你说迈克这孩子 情绪确实是不稳定 这反反复复地消耗 别人的耐心 这个也不能怪他 我刚离婚那会儿也是 非常担心小迪 我忘了说了 我儿子叫小迪 很担心 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心理阴影 所以当时 我就看到大量的 心理学的书 我能理解的 就是希望他能慢慢学会 救世没事 也许他就是在救世论事的 你给了他很强大的安全感 和信任感 所以我约他他不出来 你叫他呢 他就听你的 又或许是 他把你当作 目前最信任的人 但你不玩玩群群属于他 你是自由的 他就会感觉到 焦虑和躁动 就会想尽一些办法 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和关怀 原本以为自己得逞 但是又看到我在 所以 所以不高兴 是吃醋了 我给他看 我也要吃 我会想尽 我会想尽 你又会想尽 我会想尽 那 感谢观看